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昨天晚間參加參訓的時候 突然身體往旁邊倒 一旁的市長柯文哲 當下嚴判是中風 立刻是叫了救護車 並且在院方檢查之後 緊急動手術 目前還在休養觀察當中 院方預計將會在今天上午出面 進一步說明他的病情 臺北市長柯文哲 面色凝重趕到醫院 瞭解副市長蔡炳坤 訴後的狀況 十一號晚間 兩個人參加四人參訓 蔡炳坤突然往旁邊倒下 柯文哲當機立斷要送醫 當天一早蔡炳坤身體無異狀 還前往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鬥寧安倍晉三 到了晚上卻發生疑似出血性腦中風的狀況 臺北師傅聲明蔡炳坤 是在晚間七點二十分左右 突然感到身體不適 被柯文哲判斷需要立即就醫 七點四十九分救護車送至仁愛醫院 檢查並且進行手術 柯文哲表示開完刀需要休息一個晚上觀察 今天上午在有醫療小組對外說明病情 有醫師建議民眾可以用微笑舉手說你好的 簡易口訣判斷中風可能性 只要微笑時臉歪嘴斜 舉手時有一側無力或是講話時口齒不清 都要立刻撥打119緊急送醫 記者諸鳳之物 其昌綜合報導 感谢观看